大隻了!大隻了! 整體來說的話 超抗性的 釣起來的那個力道是很蠻好的 大家好,我是金牌 大家好,我是白威 今天非常開心 竟然有人寄釣竿給我們釣了 感謝魚香釣具釣研工坊 這隻蝦竿的名字叫什麼? 蒼井 剛好是你夢寐以求的白色系列 還有這個蒼井 蒼井,然後尺寸 他怎麼寄5678給我們 他直接寄5678 我以為是567的耶 5678是 更貴一點 反正就是更貴 好漂亮喔 就有點像寫針集的那種風格 正一九調,極硬調性 硬度高,乾清四合,蹭蝦打蝦,飛蝦 全竿採用40T高鈍樹碳布為素材製作 搭配高質感貫轉 細緻雷雕金屬配重後塞 鋁合金電鍍前塞 三段式定位及四段式定位 兩種伸縮設計 整支釣竿直挺沒有任何弱勢表現機會 讓您手起甘落,優美其昌 這個釣竿不錯耶 你拉到最緊了吧 基本上就是給各位看就是這樣 中蝦之後,你不需要使用太多的力氣 你就可以把這隻蝦子拉起來了 對,這樣對 風景 風景 水喔 唷唷,觀點官員 掌可很強 喔喔,跟這些蝦子差不多大耶 正吃的,也不錯耶 蠻會掉的餒 喔喔喔喔喔喔,大隻了大隻了 一隻手拉就好了 一隻手拉 哇 你拉起這隻大蝦 費力嗎? 還可以 我覺得這隻比泰龍輕一點 操控性能的話 也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手比較小 泰龍的話也很好用 我覺得它是泰龍的2.0版 不過它整體來說的話 操控性能 釣起來的那個力道 是很剛好的 這種應該要往左邊斜斜啦 哇 大隻大隻 這隻大隻 這個手太長了吧 你要多少天秤 熬壞一下 跟各位說一下天秤就簡單這樣 這樣就綁下來了 穿進去 往下拉 完成 啊 又噴走 沒事沒事沒事 我來我來我來 這個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好可惜喔 很可惜 不過你現在進步了 每一隻幾乎都雕得起來 你剛剛那個 用手腕的力量很好 放下了放下了 你要加油 唉唷 幹什麼呀 拿過去 拿過去 我現在只要一往下就拉 好好好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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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走咯 沒有了 喔 可以可以 這隻是剛放下的 哈哈哈哈 還蠻輕鬆的耶 很輕鬆 好漂亮喔 哇 哇 欸很輕鬆就是 我跟你講拉起來真的很輕鬆 我們今天呢用蒼井釣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用的蒼井 一個小時釣夠下 釣了多少 扣掉網子快筋 超大的 超大的 超漂亮的你看 欸那是昨天喔 昨天的 昨天的 昨天 昨天釣的都還沒死掉 昨天什麼時候有釣 欸那邊怎麼有一直下 昨天什麼時候有釣 昨天嗎 昨天我就來這邊 試用一下東西 試用 你該不會昨天就開了 沒有啦 你昨天就開了 不是不是我沒有 昨天一定就開了 所以今天才讓我釣得很久 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桿子才來我要怎麼釣 我昨天是來 拿粉來這邊賣 真的 我來這邊補貨 然後順便帶 你用什麼 沒有練習 練習那個扣蝦 蝦乾 確定嗎 確定確定 確定 確定 你自己問老闆 今天呢就是用這個 蒼井的蝦乾 整體來說的話呢 它的優點跟缺點 優點呢就是 它在跟蝦子搏鬥的時候 你不需要有太多的力量 就能把它拉起來 它的缺點呢就是太白了 不小心沾到一點黑色的東西 你沒有擦起來 你的桿子就會變得很髒 釣完的話你可以用個甘油啊 或是拿衛生紙把它擦掉會比較好啦 如果這隻桿子五顆星 你可以點到幾顆 我會給五顆 雖然說它白色很難照顧 但是因為白色真的是太漂亮了 那這隻蝦乾呢 五顆星爐可以給到快滿分 它的吊性我非常喜歡 不會到說死意 泰龍的話呢 我今天沒有帶它 其實我想要帶給各位看 它的那個桿解 縮口的五六七尺那邊 密度實在是太密了 像那個泰龍真的蠻誇張 我那個已經抽到可以往前 把整隻乾抽出來 我也沒辦法去修啦 或許可能有別人遇到這種問題 然後有去修正 所以出這一隻場景 我覺得整體來說的話 很好用 那今天呢 不外乎要送禮物給各位 就送今天用的吊塑 那由於甘子呢 實在是百味的愛 所以 沒辦法送給各位 那就是要訂閱頻道 按讚影片留言 留言的話呢 就隨便留言啦 看你是要對我們兩個說的話 或是說 你對這隻甘子 甚至吊塑上的問題 都可以做一個詢問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其實釣蝦的話 一直在呼籲各位 繃緊輕輕的 用手腕 動手腕這樣子 動一下 其實就可以了 不用直接這樣 暴力養肝啦